小伙伴们都知道 盲人要每个赛季都有一套赛季皮肤 只要我们的排位段位达到红金段位 并且里击获胜10场 就会自动获取该皮肤 但是就在上一个赛季 S16赛季这个机制发生了改变 我们的盛场满足10场后 需要手动领取该皮肤 而现在新赛季已经开始了 领取一面也找不到了 最近几天呢 也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 他们都忘记了领取 不要担心 市场今天就教你如何来补救 首先呢 我们在微信中搜索腾讯客服 选完之后呢 在问题类型这里 我们选择道具物品问题 进入之后 在这个界面里 我们要重点填写以下几点 角色选择这里 我们就选择需要领取皮肤的角色 时间我们可以填写 赛季末最后一天 也就是10月16日 问题描述这里面 我们写 S16赛季皮肤没有领取 道具物品详型这里面 我们填写 S16赛季皮肤 盾山 玉卵皮肤 截图我们可以不用提交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提交后 大概会在7到10个工作日内 天美就会将这款盾山的玉卵皮肤 发送到你的游戏邮箱里面 到时候我们直接领取就可以了 说实话 这次有太多的小伙伴 没有领取该皮肤 只是因为天美突然改变了领取方式 并且还没有做出任何的提醒 好在事后能通过这种方式领取回来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所以忘记领取的小伙伴 抓紧时间领取吧